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谢谢新港狗小近期小小主持人袁绍婷 同为我们节目做一个开场 那如同我们小小主持人说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林如珍小姐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为你要分享生态农业的经验 我们现在要欢迎袁绍小姐 大家好 我一开始会接触有机米 是因为我爸爸他遗葬发言出院四个多月 那出院后很幸运有一个病友的太太提醒 我们要从基本食材下工夫 刚好我爸那些营养人工乳他也喝不下去 所以我们就乖乖的从早上吃饭配菜开始 就煮一些有机米让他慢慢吃那样子 那在吃有机米的过程 我就发现台东有机米不错啊 那我就顺便去台东玩了一下 那在台东火车站的时候 那个悟涛送便当的小姐说 我可以载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那刚好在红绿灯 等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 那家不就是我平常在买有机米的那个店吗 所以我就跳下来说 我在这边参观一下好了 刚好店老板梁振贤老板 他也在 他那天没有出门 所以他就开着那个小发财车 带着我这样四处参观有机田啊 有机班长四处看 那时候我才知道 哦原来米除了那个一直讲农作很辛苦啊 我们要珍惜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看 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去上一些农业学分班啊 农业丁影啊 开始学习有机农业这一块 所以就是从爸爸生病开始 然后想说让他吃健康一点 是 因为他其他的一些副食品之类的也没办法吃 他不爱吃 他是农家出身的 所以我们就是乖乖的煮饭煮菜那样子 所以我们早餐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饭有菜 那我很幸运的是我以前有异味性皮肤炎 看中西十几年都看不好 那跟着我爸这样吃饭配菜 只有半年而已哦 我的异味性皮肤炎就好了 而且连十几年累积下来搬整个都淡掉 所以我很感谢这些农夫帮助我 摆脱那种逛医院的那种宿命 可以过着这种快乐的生活 所以之前一直吃药后就没有办法拿起来 基本上我吃药吃到某个程度我也不想再吃了 因为没有什么改善呀 其实异味性皮肤炎有很大的问题是来自于食物 你必须吃健康的食物 还有把一些不适合你的食物都要拒绝 不要再入口这样子 可是我们想请问你想请 就是说你食用有机米是渐渐多久之后 你才身体慢慢有感觉说 那我的疾病好像有点改善 哦 只是半年内 半年内那很快 对对对非常快非常快 那么十几年累积下了黑斑 整个半年内都完全糙米 对真的可以弹掉 可是你要吃完全的糙米 要全糙米才有那个效果 有机的全糙米 对 为什么会鼓励大家吃有机全糙米 因为糙米它有带那个壳嘛 是 那如果说你那个农药没有处理得很好的话 你比较容易残留在那个壳上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吃有机或安全栽培的那个糙米那样子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这样你这样子就陆陆续续吃了半 嗯嗯 那就不止疾病有改善 那一些肤质之类的也都变好了 对啊 而且就排便也很顺啊 嗯嗯嗯嗯 然后因为糙米还有很多维他命B群嘛 跟膳食纤维 其实B群对我们的那个精神稳定也非常好 像目前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大脑有那个不是很妥当的话 其实糙米也是有很好的物质 也可以帮助那个大脑这个那个神经的修复那样子 嗯嗯嗯嗯 因为我去看一下林小姐的资料 因为你本来在想说你自己吃有机米的部分就是 不管是你还是家人受益都很大 对 可是你如果说建议家人吃 还是说朋友吃的话 他们的那个接受就是怎么样 哦这个 好像是观念很重要吧 是没错就是像我爸一开始他们当然也是不愿意吃啊 我一开始也不认识有机米 是因为虽然 虽然 医生书上写说糙米很好 然后我买糙米回家给我爸吃 我爸大家就说 香糙铺 有一个糙铺 对有一个糙铺铺 然后我就说哦 糙铺铺那好吧 那我就去超市买那比较贵比较好的米 那时候我才知道有有机米这件事情 然后一买回来以后果然味道不一样 然后老人家也比较愿意接受 那所以我一直鼓励生病的人 他本来胃口就比较差 所以你要值得你去买好一点的米给他们吃 好一点的米 然后再加上你那个配菜 你当然也要花点心思去煮一些比较新鲜的 这个菜让老人家能够大口咀嚼 然后每天换一点新鲜的菜让它变化一下 他就很愿意吃饭那样 像我妈一开始也不愿意吃 到现在都会主动帮我煮饭那样子 就是渐渐的观念是可以改的 对可以改 其实要慢慢营造那样子 可是像这个有机米是 林小姐是一开始我们去买来煮的 然后后来是渐渐的有了自己可以重的念头 其实我们也有修根田復根的一个经验嘛 那后来就是自己重 那这个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去上课以后啊 就发现像袁丁颖同学里面 有一些比我年纪还小的 他既然已经是大地主了 然后他就是因为他爸爸中风 那他妈妈就必须照顾这中风的爸爸 每天都关在那三桶的小房子 然后他假日就也当个孝子 在这两老四处处玩 所以整个就是活在那个病痛跟照顾这个生活 所以他就觉得想提升生活品质 于是他以前有在台东当兵 就在台东买了地 然后把两老送下去 这时候他爸的活动空间就变大了 他妈也不用一直在照顾一个病人 他妈可以种一点菜 所以整个生活品质都得到提升 然后我就想说 好像也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买块地来试试看那样子 有同学这样的鼓励之后 我们就开始从台东啊 花莲啊 宜兰四处看地 那刚好昆宾国他们在办那个有机道体验活动 所以我参加了两期 就是等一年的活动 那一年活动就发现那边的邻居也蛮好相处 跟我们以前的宜兰蛮像的 所以我想说 这边的地也 价格上也还可以接受 交通也变 我所谓的交通便利是离国小近 离市场也近 然后这样的话 居住上也OK 所以就在那边就买了一块地 然后刚好是修耕田 已经修耕多年 所以在一百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复耕起来那样子 到最后是有成功的 有收成应该就算蛮成功 大概是多大的地 我们是三分二的地 大概三分二的地大概是一千 将近一千瓶左右吧 那我们的收成大概是一般 因为我没有吃任何的肥料 那我除草又除得太晚 所以我的收成大概是一般罐形的三分之一